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头发现的高级副总裁 曲葳老师 欢迎曲葳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言品红老师 欢迎言品红老师 图雷老师 欢迎图雷老师 来吧 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多了 刚开始相处感觉蛮好 难得的缘分嘛 后来他工作不太逊丽 就回到老家发展 我们相隔两地啊 自从回家去之后 他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越来越少 把朋友看得比我还重 而且他工作一直也不稳定 让我看不到未来 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朋友家人也都不看好我们 我现在很纠结 不知道该不该再和他继续下去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李先生49岁来自湖南个体 玉女士46岁来自湖南个体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现在是异地状态 是吗 对 大半年了 怎么不满意了呢 正他回老家去了以后呢 对我的温浩啊 照顾啊就越来越淡了 您是哪人 我是楼底的 楼底 我是长沙的 你是长沙的 所以实际上面等于在半年前 您就离开长沙了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他回去以后 对我的关心就少了 就像之前我们长沙也是降温了嘛 我就感冒了 很严重 可是我的嗓子说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的工作 就是带学生扶到桌上 讲课讲得多 很想要他过来帮助我一下 结果我打电话 他就说要我自己去买点药啊 煮点那个离子水喝一喝啊 不是 我当时走不开 我在谈个业务 我给先自己照顾一下自己 然后我有时间我就马上赶过来 我这么跟他说的 他就不开心了 本来就是想找一个 依靠关心我爱护我的人啊 真的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赶过来 你也知道我也做事不 是吧 除了这个您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反正回老家去了以后 比如说发信息过去 就一个字两个字打发给我了 然后打个电话呢也是 还有事吗 没事我就挂了 有事了不是忙了 没听到了 我看你平时手机不离手的 然后我在的话 我动作你的手机 你都是很紧张的 接个电话还要躲到旁边去接 我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就说了 提了一个条件 我想我们两个最好是 不要相互看手机 因为什么呢 一般服务器中的吵架 都是手机引起的 之前我可以不看你的手机 但现在交往这么久 有时候你的朋友电话 你不在的话 我也可以接的了 那你干嘛那么紧张呢 你有男性朋友我也有女性朋友 是不是 免得有一些东西让你产生误会 我不产生误会 你像那一次你请客 按道理应该我是拒绝 让你为什么跟那个女的 又是喝酒又是唱对唱 到最后还跳舞 我问你的那个朋友 他告诉我他是你的前女友 是这样的 前女朋友朋友的朋友 把他交过来的 交过来以后 我不可能把他赶走过是不是 就把我不存在一样的了 这么多人把我就冷落到一边了 我觉得在那很尴尬了 我就想走不 他说还挽回吧 现在还早 过了一会他还是这样子 到第三次我看到他这个那个 以前那个女朋友还在跳舞 那我肯定就过去叫他了 我就说 我说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就走了 他就走开了 走开以后我就站在那个里面等他 等他 他那个女的就在我这里过的时候 就把我持进去推 就撞到他旁边这个桌子上 把我撞到地下了 还搅到个窗破了 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推我 他还不承认 他说不是故意的 我又没有七到八十 我就碰下就倒了 那你觉得这个事的责任在谁呀 我觉得就是在他的身上 那你干嘛要跟他交往呢 就是之前我们相处 感觉他这个人还好 不能靠回忆过日子嘛 这事在你心里 我看像个过不去的坎是吧 因为我注意你的描述了是 你跟他跳舞 不跟我唱歌 也没有跟我跳舞对吧 所以我说我们走第一回对吧 你不走 我第二回又去让你走 你还是不走对吧 第三回在他们正在跳舞的过程当中 你上去把他拉走的对吧 是的 那就当时场面其实很尴尬嘛 就是你觉得你应该是一个 女主人的身份 结果突然在那个场合上 出现了一个 好像是女主人的一个女人 结果一打听 还是他的前女友 你很尴尬 我相信你当时也很气愤对吧 把一个女人都会 是不是觉得还挺 其实除了生气 还有羞辱感对吧 对 我方便问一下 你们单身多久了吗 我单身快五年了 我七八年了 上一段是因为什么 之前就是男同志 不是很负责任的嘛 人家在一起的话 有一个老公跟没有老公 是没有区别的 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 不体贴 不顾家是吗 对 有孩子吗 有孩子 孩子多大 孩子16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我的是男孩 她的是女孩 您是男孩 对 您是女儿 我是女儿 您上一次是因为什么 上一次是感情不合 儿子是你带还是父亲带 是他爸爸带 闺女是跟您还是闺女爱 他给我 给他老妈带 那为什么你不带呢 他妈带是 因为我是 一个人嘛 也不方便 我的小孩 对他的那个态度很好的 每次看见他 以后都是叫得很轻热的 但是他女儿 对我的态度就 截然不同 像他女儿 本来就是在外地了 他女儿比我的儿子大嘛 都二十来岁了 也就是第一次 说好了 他女儿会 到他爸爸这里来的 那天我们都准备的很好的 然后我们也准备的 他喜欢吃的东西 他来的时候呢 他没有把我 真实地引荐给他女儿 还支持他们两个人 聊得很烦 让我一个人在旁边待着 就跟透明人一样的 那你想多了 我们交往的生活 跟我女儿说了 他说你这样你喜欢 他还是支持你 但是他表现觉得很排斥啊 肯定不第一次见面 他可能也尴尬不 是不是的 那这几门的礼貌 还是有的不 礼貌给你晓了的 那我打电话 也叫你阿姨了 我跟他打招呼叫他 为什么他理得不理我呢 我身影又不是很小啊 跟你说了的 就见过这么一回是吧 因为他在外地 在外地也不熟 然后就那个放假的时候 回来一次 平时他是在他妈妈那边 也对 反正未来也不会生活在一起 对吧 那我就看到这觉得他 谁都重要 就是我不重要 行 未来有打算吗 我是准备给他过年嘛 几分的 您呢 我觉得他的玩心太重了 玩心太重了 我也不可能 时刻守着你的 那个身边管着你 你像你这个爱喝酒啊 以朋友为重啊 你之前也跟我说过 比如说个事情 以后都听我的 有的朋友不交的话 尽量不去那个交往 尽量少喝酒 我现在一直听你的呢 你在控制自己呢 我问一句啊 现在等于电话的问候 比较少 关心也不够 然后发现 跟他闺女相处的时候 他没有做好 所谓的引荐和疏导工作 发现非常尴尬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喜欢玩 没有安全感 对吧 我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嘛 就是您说 您第一段婚姻 是因为男方不负责任 所以离得婚 这个今天您描述下来 好像也不那么负责任 而你们也没有什么婚姻 为什么不离开他呢 到我们这儿来呢 再分难得找 真的找到一个合适的话 也是不容易的 这合适吗 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他在一起 他也觉得他也蛮好 也很热心 然后对我家里面的人也很好 对我啊 包括我的工作 他也很支持的 他也是 就是一直这样子下去的话 我觉得很满意的 但是就等他回老家去了 就像我说的 就是跟他朋友一种 所以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到我们这儿 就想请教老师啊 主持人 就跟我那个捋一捋 看我到底要不要再走下去 怎么可能这个半年前和半年后 发生那么大的差异呢 那到底是半年前那个人是真实的呢 还是半年后这个人是真实的呢 一直是这样的 一直是这样的 对 那为什么会在半年之后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出这么多的事呢 可能两个都没在一起嘛 在我家里面这边就压力大不 本来都喝酒喝多一点 朋友聚会聚多一些 喜欢应酬是吧 喜欢应酬 我想问一件啊 就是你们上次前女友和现女友发生了争执 对对对 您回来是怎么处理的这件事呢 不是他转身就走了不 我去追 追就没追上 我就打他 电话打他手机都不回 不回的话我也急不 晚上一个女的在外面是不是等 我就找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就跟他的闺蜜 闺蜜联系了 告诉我他回长生了 当下我就赶他长生 我就跟他解释了 一定要在楼底工作吗 回到长沙来发展是空间很小是吧 稍微小一点了就这样 就是可能再回到老家之后 人脉关系比较好 对对对 容易做买卖 是这样 对对对 如果是说他要坚持 那我还是到长沙去也可以 确实他这个人可以的 他对您怎么好啊 就半年就让您就认真 他做了一些让我很感动的事情 您说说 我父亲在死之前中一次疯 他知道了 知道马上就从厂上赶过来了 照顾我老爸相当好的 该做的都做了 特别有一件事 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跟我老爸一洗澡 抹身子 端死车料 包括我们病房里面的医师 都说你找了一个好老婆 我老婆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包括我妹妹也说 作为女儿 可能没一定做得她这么好 相当感动 所有的亲人都说 你要好好珍惜 但是在我心里飞她不去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 回去半年之后 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你承认你对她 我承认 属于关照吗 对 我承认 承认我可能交朋友 交多了 没忽略她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我想晚飞啊 所以其实在您的心里 是觉得 有这么一个女人 她很善良 对吧 要变成您未来的妻子 其实一定会 特别好的照顾你 对 她对你照顾的 应该不错吧 对我很好 所以舍不得是吧 舍不得 不愿意分开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她本性也是蛮好的 就上一次 我妈呀生病啊 因为我的工作也是 不能够说的就走 然后我妈那天 同样生病的 就还一个人 带着我妈去看了病 后来我妈也说 她很细心地照顾人 然后她也 其实也是蛮勤快 就是不跟那些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呢 还像一个人一样 所以其实好像 我听你们俩 就彼此吸引对方的 并不是对方 对对方有多好 而是对方好像 对长辈都不错 是吧 在一起的时候 对我也是很好的 确实这一点 我也得承认 所以您是一心想挽回 是这意思吧 您现在是犹豫不决 想弄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吧 来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看了一下年纪 一位四十九 一位四十六 确实这个年纪 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 就是要踏踏实实过日子 那踏踏实实过日子 要什么 坦诚相待 点滴照顾 你们仿佛听上去 都是被对方家庭 所认可和喜爱的人 可唯独 对方并不那么在乎对方 就感觉跟家人更合得来 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走行事而已 女方 你非常不清楚 自己要什么样的一个人 她在刚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就跟你明确说 我们要保持我们 相互的隐私独立空间 我的手机你不允许看 刚刚在一起 就开诚不公地 把这个条件 放在了谈恋爱的 一个条件当中 你不觉得奇怪 或者不舒服吗 男方 在那次冲突的时候 你强调一点说 这女的不是我叫来的 她在乎的不是这女的 是不是你叫来的 她在乎的是 我在这儿 我是你的县女友 你居然当着我的面 跟你的前女友 唱对唱的情歌 一起跳舞 你当我是傻子 你看不见我 当我是空气吗 如果把恋爱 比作一趟列车的话 你们两个人 在这趟列车当中 所到达的终点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 去谈结婚 可能也就是说 想找一个人 搭伙过日子 但如果以你们两个人 现在这个前提 不坦诚 只是觉得对方好 是个好人 孝顺的人 那就在一起过吧 那接下来日子 会争吵不断 打闹不断 所以我希望你们二位 好好想一想 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 是要找一个 孝顺我爸妈 就可以了 差不多 当户扶持过日子的人就行 那你们可以继续考虑 但如果想找一个 对我在意一点 真的把我放在心上 是因为在意我 才去爱我的家人 孝顺我的家人的话 那我觉得你们俩 可能不是彼此 合适的那个人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一帝半年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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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过你对于 这位大哥的描述啊 我觉得 他不像你的男朋友 他像一个 比较好的男性朋友 他很开朗对吧 也很热情是不是 对你的工作 也很支持对不对 像一个很好的朋友 同时对你的母亲 也比较仗义 我通过你对于 我所指的这种仗义是 不止对你的母亲会这样 他对他朋友的母亲 估计也不错 就是他性格当中 就是一个开朗热情的一个人 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 男性朋友 仅次而已 而不是一个男朋友 如果是一个男朋友 你作为他的女朋友 他当然会在乎你的感受 他当然不可能离开了长沙 去了楼底之后 跟你之间就渐渐地疏远 跟你之间就没有联系 所以他跟你之间 只是普通的男性朋友 或者比普通的男性朋友 会好一点 但是你以为 到了这个年纪 咱们俩就在一起 过日子算了 所以你努力地对他好 但是你无法跨越一个性质 就是我认为这个大哥 对你只是有好感 他并不爱你 你别自作多情 而对于大哥来说 他不过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保姆 他照顾你照顾得不错 对你的父亲也特别好 我相信他对你父亲的那种照顾 你被感动 但这种感动 并不足以支撑 你把他当成一个妻子一样 去对待下半生 你一方面 你回到楼底之后 你就跟他疏远 另外一方面 你的女儿 为什么对他 不能像对父亲的女朋友 或者将来 有可能成为我一个继母的身份 去对待 因为你从来没有 跟你的女儿说过 我可能要娶她 她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妈妈 或者你尝试地问过你女儿 你觉得这个阿姨怎么样 做你的妈妈 你从来没问过 对不对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娶她 你只是被她 对你爸的好感动了 你只是 对于她 对于你的照顾感动 你想要把自己交给她 但事实上 你49岁的年龄 你还保持着一个青春的心态 你还喜欢喝酒 你还喜欢K哥 所以你不要自己骗自己 他是一个好人 但未必是你爱的人 你不能因为她对你的好 你就假装地说服自己 我愿意安安分分地 把我交给 你一直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你上一段婚姻 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离婚 我不清楚 但既然孩子判给了你 你却交给了前妻去抚养 足以证明 其实你这么些年来 都挺潇洒的 所以你们的关系是错位的 她性格不错 人不坏 热情 开朗 但不是你的那盘菜 她没想过要娶你 而对于大哥来说 她是个好女人 她既然是个好女人 你就应该真心地告诉她 你对我父亲的好 对我的照顾 我很感动 但是我还不足以让我就 这么安安分分地 把自己 49岁之后的年华 都交给你 我安定不下来 我的心还野着呢 如果你愿意等待 那另两说 但是我必须诚心地告诉你 因为她第一段婚姻 就够不幸的了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 她前夫那种 特别不负责任的 但是你也不是一个 很负责任的人 谢谢 好 谢谢陀老师 到了这个岁数 说句实话 能信任一个人 都挺难的了 40岁以后 朋友会越变越少嘛 也不再择友了嘛 不再交友了嘛 难得还能把一份爱 给燃起来 第一是需要珍惜 第二是确实需要 认真地做一个抉择 你就选择嘛 你到底是要那种 自由地开心 还是要一份稳定和舒坦吗 你选择它 你也是一样的 我到底是要带出去有面 我自己觉得特别光鲜特好 还是说我要一份 实实在在 本本分分的日子 您做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其实不难的 人难在什么地方 人就难在那个小贪念上面 特别害人 所以就坦诚地 面对自己的内心就好了 到了这个岁数了 别再虚度了 49年的一个自由观的男人 他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自由度 你会给他吗 这个度到什么程度 跟你想的一样吗 你们把这个都想清楚 再往前走 到了这个岁数 脚步放慢点 也没什么不好 祝你们冷静 理性 千万不要冲动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花红糖真情60秒 我们从相识相恋到现在也不容易 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 让你受了委屈 确实是我不好 千说万说都是我的错 如果你要是愿意我们 从头开始的话 我愿意为你而改变 就是慢慢来尽量为你而改变 我是希望你回到我身边 我就知道你刚开始说的 那个真正的付出的 我就感得到你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的 但是后来你回去以后 等你小朋友 就又影响了你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还是这样 我不可能每一次的手都能跟你身边提醒你 我也不可能总是管着你 这样的话 又是说我不尊重你的 你要我怎么办 行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冷静啊 都别冲动啊 来 请官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男朋友总觉得自己很完美 自认为对我很好 我女朋友太情绪化了 喜怒无常 在生活中遇到一点不顺心 就会生气 并且强加给我 很多在我眼里的小事情 对她而言都是天大的事情 她很多时候都忽略我的感受 多花时间陪我 对我也不够信任 总是猜疑 我觉得自己已经对她足够好了 每次我也主动哄她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做到她心中满意的样子 猜心是一件挺难的事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23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刘21岁来自山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双方对彼此都有一些不买是吧 今天谁要来的呢 今天我要来的 你又来干啥 我就是觉得她 可能就是有点喜怒无常 情绪上的一些波动 女生不都这样吗 年轻女孩子 但是她可能就是比较频繁 我怎么就喜怒无常了 咱们先慢慢说好不好 你们俩谈了几年 我们俩谈了两年了 大学同学吗 是一个学校 但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 谁追的谁呀 可以说是我追的她吧 谈了也两年了对吧 那就先说说她的情绪化吧 先说一件小事吧 就是有一次 我们要去市里的一个银行 然后我们就坐公交 我不小心就记错站了 到了对的站点 然后又耽误了很久 然后她就 她就莫名其妙地 就开始发脾气了 怎么就我莫名其妙了 那大冷天的 我是陪你去办的 然后你自己看错了 然后我有点生气吧 觉得我莫名其妙 这件事就是我记错了对吧 然后那我就哄人呗 可是人家半天都不好 然后后来就还蹲那儿了 然后我也就不知所措 我也没有办法 不是你蹲那儿干嘛 你不是刚才说冷的吗姑娘 对啊 你蹲那儿干嘛 蹲这儿不是更冷的 很郁闷 就是耽误了半天 然后因为那天银行 她说是四点半就关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到那个站的时候 已经三点多了 如果再去的话也来不及了 我就很郁闷 然后就蹲在那儿 她是她说的哄我 哄了半天人家自己一个人走了 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 走了 她自己在前边走了 那我就是一直哄不好 然后她还蹲那儿了 然后我就可能也生气了吧 然后我就说那咱们就回去吧 然后我俩就走了 她在前边走了 我自己一个人自己在后边走 就一前一后是吧 对 你跟着她是吧 对 然后我也没有看她 我就自己低头一个人走 过马路的时候 她不是很多车 然后她就拉我 我就一生气我就甩下她 因为她当时她自己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来拉我了 过马路之后 然后她还推了我一下 然后呢 然后她还说 我就那么多人 就是你不嫌丢人吗 又走了 然后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 这回就是真的她自己回去了 然后后来我也是自己回宿舍了 不是这样的 还有壁板呢 我们听壁板 就是我拉她 然后人就不干呗 就甩就咔咔地甩 对 这没有分歧 然后就是走过马路了 我就心想就有点生气 然后就这么危险 然后还要闹 然后就推了她一下忙 然后人家就站那儿 然后就直勾勾地盯着我 然后还特别大声说 你敢打我 然后我就当时就 真的有些委屈吧 然后周围 然后人家看我那个目光 可能就是 哎 这个人怎么还家暴呀 这种目光 所以同一件事 你不同地描述 你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一个会声会色的 一个反正省略了很多细节 她这一版接近事实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好 类似于这样的事 应该很多对不对 这样事也有 但是还有一个更奇葩一点的吧 我去她家玩嘛 我就刚坐沙发没有多一会儿 屁股还没坐热呢 就一把就把我拽下来了 为啥 人家就拿着两个头发 就说你看你又弄的我家的沙发 都是头发啊 你说我怎么收拾啊 我们家就比较爱干净 然后看见头发就比较烦 那天我心情本来就不好 那有头发你高你你扔了呗 她就那种表情不愿意的那种 然后呢 后来我也去扔了 就虽然我也挺不愿意的 但是也得去扔呀 然后毕竟是我的头发 反正你扔了啊 扔了 然后但是后来吧 发生一个更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后来我又回沙发上了 然后她又说就是 你下回能不能来我家之前 就先到你拉一桶那儿 葫芦葫芦头发 我也不知道头发什么前掉呀 如果刚葫芦完 然后我坐沙发上 她又掉了怎么办 我心情本来就不好 她就觉得我不力去闹 你弄一下就弄一下呗 怎么了 是是是是 背着那个态度弄完了 我就不没事了吗 是是是是是 但是你怎么确定 那就是她的头发呢 那我们要去你们家做客 掉个头发 你怎么对待客人呢 别人肯定我不会说呀 其实也就是跟男朋友 撒撒娇是吧 我就是注意她对我的态度 弄了就弄了呗 就非得感觉我逼着她 就不愿意一样 行 反正也别分手对吧 熬下来了是吧 对对对 不容易是吧 就类似小事还有很多 还有呢 比如说就做饭 然后锅盖沾水了 又蒸汽嘛 然后水滴进锅里了 人家也得就是说我一顿 但是我也是默默承受了 你说的那么委屈啊 还行吗 那分手得了呗 什么叫默默承受啊 锅盖的水掉的锅里也不行啊 那个也是蒸流水 就不愿意滴进去 哎呀 你太细致了姑娘 可能我就这个性格 我感觉随我妈 她就比较纠结那些细节 然后我在家的怎么样 一些小细节 我妈就一顿说 哦 行 但她说的 那有一次就是我们一起去兼职 然后我们吃完饭了 就是午餐的时间 然后快到点了 但是别人吃饭还没有回去 我就说我还想吃个冰激凌 因为路过 排队人还行 就虽然一点多 但还有时间 她就不愿意陪我去买 不这事也拿出来说呀 但当时她的态度 就觉得我耽误事 就冰激凌非得现在就吃吗 就感觉那个意思 你给人吃啊 就我也不是没给她吃 因为我觉得 人家规定好了一个点 然后我们就准时就去呗 我看时间也来不及了 人又比较多 我就说那咱们先回去 但后来也给她买了呀 是买了 但当时如果 我也不是非要吃那个冰激凌 她当年 给你买你说我不是非要吃 不给你买你说我态度不好 你要怎地啊 是刚开始 就是我要吃的时候 她就那个态度 然后我就有点生气 然后回去 我就本来都不想吃了 她又说就是啊 那咱们去买吧 反正我就觉得 这事后来怎么了的呢 后来就是 马上回去就要开工了 然后后来就 不了了之了 对 那不就完了吗 你说这是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感觉 我也可以不吃呀 你好好跟我说就行 不是人家不是陪你回去的 一看人没来 又回去给你买了 不是挺好的吗 我就觉得就是 她觉得我就是 每次都在屋里取闹 她如果好好跟我说的话 我肯定当时 你觉得你是有道理的是吧 对 这事事后没讨论一下啊 没有都过去了 然后就过去了呗 那我现在理解 你为什么来这了 是想集中的 把这件都说清楚对吧 对对对 就是调解一下 这个咋调啊 这不是性格吗 人家自己都说了 我随我妈 这姑娘上来就把我们嘴堵得死死的 我随了我妈了 也不是我 我非得就是 无理取闹每次 就是你跟我好好说 让我觉得你就是 不是在烦我 哪怕我就是 那毕竟的我不去吃 我也可以 不是你经常会觉得她烦你吗 我总觉得就是 我一说啥 然后她就感觉那个表情 好 我问完她打游戏吗 对 那一次打游戏 然后四五个小时 我跟她说啊 她都听不见 后来就是 她跟我说话 我不理她 她发现我生气 她发现我生气了 她还坚持把那句游戏打完 然后但是她哄我的理由 你知道吗 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就是陪伴呀 我怎么没有陪你了 那她每次打游戏都忽略你呢 还是说偶尔会忽略你的存在 我感觉是每次 所以她一打游戏就会忽略你 对吧 对 你觉得你做的对吗 因为年轻人嘛 都比较爱玩 我就这一个爱好 然后以前可能就是打的时间更长一些 现在呢 然后现在就几乎就少很多了 就频率也就是降下来了 就是吵架的奸细啊玩会儿 你觉得你对她好吗 我觉得我对她挺好的吧 你觉得做男朋友你做的到位吗 挺到位的 我去她家她会给我做饭 然后她去我家我也会给她做饭 那比如说什么节日的礼物啊 我每个节日啊 都会提前给她备好 然后送过去 甚至提前就是送一些啊这种 是 她送我礼物啊 就是浇水 然后涨住的那种 然后她直接买了十个回来 放在家里 你也用不了那么多 如果我说的话 又觉得啊 别人买礼物给我 我又觉得我矫情 那那么确实用不了 然后我妈就是 不愿意看那些小东西麻烦 然后就想扔 那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人家那个十个还包油 然后那我就买了呗 这又把你妈整进来了啊 你妈要扔是吧 扔了吗 然后我就给放起来了 要给藏起来 所以你也挺委屈的 对啊 行 听起来反正都是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这里面听到的更多的是 女生好像在情绪控制上 差点意思 但是她有时候还不信任我 像有别的男生给我发个消息 然后她都要就是问半天 这谁呀 为什么要给你发消息 其实就是有原因的吧 可以说 还有原因 我俩刚好没有几天 然后我就不惊一件 就瞅见她手机 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男性 她就是有个标志 不是 你跟我说说瞅手机 怎么能瞅出一个亲密的男性来 是什么事 就是一个软件上就有个标志 然后就是两个人 就是互为聊天最频繁的 才有那个标志 然后我就瞅那标志了 哦 这都不懂 你看 然后呢 然后就挺生气的呗 然后人家就说 我本来打算跟你说的 就是还没来得及 那我瞅见了你再说 跟就是你跟我说是一样的吗 但那个男的 就是我俩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喜欢我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 也不太懂拒绝 怎么拒绝 我俩也在一个班上课 你看看 如果不理他的话 就觉得特别没有礼貌 那每次 但我每次回的都是 嗯嗯 然后就是那种敷衍过去 不是 这可不是敷衍啊 他说我喜欢你 你说嗯 对吧 就我们俩一起吃个饭 你说嗯 不是 他每次就跟我 他表白 让我拒绝他了 我感觉没有 就是我俩也没有事啊 因为我也不喜欢他 如果真的喜欢他 我俩也不可能有现在啊 这说开了就好嘛 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呢 啊 就半夜啊 半夜 半夜正给我打电话呢 就说要接一个电话 嗯 然后就挂了 然后最后我就发现 是个男生 不是 你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 因为我问他了 还看他半夜的 很正常吗 主要是这个时间点 就不太对吧 高中同学 关系还挺好的 嗯 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吵架了 他说他不要急 要问我 问我一下该怎么弄 问你啥 因为就是我俩关系比较好 那个女生跟我关系也挺好的 女生也在跟我说话 我就想着就是我俩聊天也没什么事 就是聊日常 先接一下 然后给他俩就是说 哪怕就我这边说完了 我就能跟他继续 马上应该就说完了 就明白了啊 然后他就觉得就是 我又跟这个男生怎么怎么样 那你这么能调节 怎么不来当主持人呢 你这不对啊 什么叫这么能调节 不来当主持人呢 他只能当分家呀 他只能当主持人 就我们这活 你都给他们抢了是吧 哎 心眼小了点吧 这事人家也有 你这事人呢 可是我来说 你这么举头 你这个人呀 你这个人呢 你做什么事 我这个人就是 你看咱们一看 我真正是 你能学习上去 我对吧 你就是个人 我看你 我现在还能学习 韩子 这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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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就说 帮寄密码——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去好好上这第一课 包容 忍让 然后童话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男孩觉得女孩喜怒无常 对 你有没有想过她为什么会突然地暴怒呢 如果说你懂她说就是一种交际上的短板 你会理解她呢 那个男生因为吵架 然后打断了你们之间的谈话 然后要跟她去交流 如果你懂得她的话 你觉得她这是好心 但是不应该为这件事情去吃醋 当然后来发现那个男孩是对她有意思的时候 她可以把所有的男生都给删掉 证明就是她其实对你的真心 当你理解她的确是在性格上 或者文人处事上是有所不足的地儿 你不能强制地要求她说 你能不能控制你的发脾气的频率 如果说你不找到根结的话 她是控制不住的 找到根结 并且从自己身上去找到解决方法 这是解决你们问题最关键的点 明白吗 嗯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整体来讲 我觉得你们并不合适 我倒不是说觉得 因为你不合适 你的示範 你不合适 如果别的 你不是说 我没有也要 你不合适 你不合适 我没有想法 别欸 你不合适 他老婆 如此 你不合适 这是 你不合适 你不合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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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建立在他愿意为你自觉的基础之上 就像你 我感觉这电话半夜打过来了 即便我的男朋友不在身边 我也不能接 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 我是个有男朋友的人 如果你有这种感觉 你就不会接 但如果在那一刹那之间 你已经忘了他了 那你就会接 那就说明你心里 没有把它放在一个 多么重要的位置 而需要我 时时刻刻地告诉自己 我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 你说呢 这种东西 只有你自己自觉能干 如果他反过来逼问你说 你就不能接这个电话 你接了你这人 就不接声字号 相反你反而会去接 因为你心里是有逆反心理 对吗 最后自觉 保持对方的完整 保持自己的独立 给彼此一个完整的自我 这很重要 好吧 谢谢陆老师 跟你们说沉重了 因为你仔细回想一下 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谈恋爱不都谈得这么任性吗 就你们现在这个 情绪的失控也好 还是细节的不在意也好 还是男生的那种吃飞醋也好 其实都是 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 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阶段跨越过去了 真的没意思了 未来的相处 相信即使你今天明白了这个道理 在未来的路上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还会殷勤不定 尊重 不要固守在自己那里面 对男生来说 我怎么做的 更像一个成熟的男人 对女生来说 既然我喜欢上了这么一个 有点心也小的男生 我应该怎么配合他 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都有 大家可以看看 往期的节目 听听老师的话就全在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虽然我知道 你平时挺照顾我的 然后对我比较宽容 就是我希望 你给我足够的耐心 然后 也不要老去怀疑我 我今天来也不是就是非要跟你分手 也就是发现问题 指出问题能解决了就好 然后听了这么多老师 然后这么多人说的 然后咱们自己肯定心里也有一个 去货流的一个想法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官们 古方新红堂 现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吧 看看年轻人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 由伊贝斯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 和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 古方新红堂为爱情保鲜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 由古方红堂提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网友提问 我们的孩子现在七岁了 我老公没带过一次 也不给我孩子生活费 即使最后的结果是离婚 我也想我的老公以后能多带带孩子 毕竟男孩子还是要多跟父亲接触比较好 有些事情呢 是妈妈引导不了他的 我应该怎么 如果这个带引号的父亲冷血到这个地步 那让孩子再跟他多接触 又能得到什么呢 七年没有带过孩子一次 父亲这个名词 在孩子的脑海里 要么就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要么就已经毫无意义 为了不让孩子再次受到伤害 你现在要做的是 拿起法律的武器 要回孩子的生活费 我们的节目是由宝石护肤领先品牌 要宝石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纯净宝石石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尽情报名 股方鲜红糖 鲜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